大家好 我叫王巧珍 因为我的祖父是一名抗战老兵 我的父亲是一名建筑工人 所以也造就了我独立 能吃苦 肯吃苦的个性 在2017年大学毕业之后 我参加了几次公务员考试 几次高分界面 又几次面试失败 虽然失败 但是我仍然坚持着我人生的信条 有志者是未必成 但是我们仍然要满怀希望 继续前进 如今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想要寻求一份市场运营 或者教育类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听说你有个标签 叫考证战斗机 与其说是考证战斗机 倒不如说是考试战斗机 怎么说 因为在大学期间 我本身就对于专业课 就比较认真对待 所以说每次的专业课成绩 然后都是在年纪的前某以上 然后我还自己考取了 计算机二级和三级证书 还有普通话二级假等证书 然后在毕业之后 参加了公务员考试 然后 考上了 如果考上就不会来这里了吗 他面试没过 对 因为我是在2018年 准备了山东审考的公务员考试 然后准备了大约25天的时间 然后去考试 考了当时是144分 我觉得对于山东审考来说 是一个比较高的分数 但是遇到了我们德州市的前三名 所以说虽然分数很高 但是很不幸 是这样 还想继续考吗 我不想继续再考了 因为我害怕 我会变成范茜那样的人物 你一个大学毕业两年之后 然后就跑公务员 你不去工作 这个明显在职场上的话 你是很吃亏的呀 而且的话我觉得 有很多的时候 我考试是为了一种逃避 现在你妈也来了 对 我母亲在 你好 你好 涂雷老师 你好 你平时看我们节目吗 经常看 你急吗 她两年了都没考上 然后在家里 不急 不急 来 你向各位企业家 推销一下你女儿 我女儿善良 有能吃苦奶酪 有聪明活泼 妈妈喜欢什么你知道吗 她喜欢看电视剧 还有呢 我说喜欢什么东西 她喜欢漂亮的衣服 是吗 我喜欢孩子幸福 她每次给我的支持 都是我前进的力量 我也是非常的感动 也希望自己能够 在这个舞台上 找到一份工作 然后让自己可以 对他们好一点 这妈妈上来 你就看得出来 不太会表达的一人 一老实诚恳人 居然说了一句 这么让人感同身受的话 就一般人说 我希望孩子幸福 她说 我喜欢孩子幸福 你觉得孩子的幸福 是怎样的 有一个好的工作 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诚诚实实地做事 老老实实地做人 你知道妈妈喜欢叫你 找什么样的工作吗 她希望我做一名老师之类的 妈妈刚才是这样说的 说我不希望孩子远走 我说那如果嫁人呢 她说嫁人的话 我也希望她能够 最远不要超过北京 是这样的 好 那我就最远在北京 你确定你听妈妈的吗 我会参考她的意见 她的意见对我来说 也是很重要的 她就是一个想得很清楚 并且挺明白的人 但在明白的同时 还懂得如何尊重妈妈的想法 这一点我觉得 是我在她身上看到的 很大的亮点 巧珍 因为呢我是本身就是 做公务员培训这一块的 你好 我以公务员的一个数据 来给大家做一个说明 来证明巧珍的优秀 也替巧珍妈妈拉一个票 国家公务员考试 每年报名一百万人 那录取多少人呢 一万四千名 相对来讲的话呢 她能够进入比试 比试是一比三级面试 也就是她在前一百万人的 五万二千人里面 那山东公务员考试 报名有多少人呢 山东公务员考试 报名有四十万人 那多少人能够进入面试呢 不到两万人进入面试 也就是说 虽然说她没有通过 最后一个环节 就是面试环节 但是她在前边的比试环节 已经做到了极致 刚才巧珍妈妈 从做人的角度上 给你拉了一个票 我能够认识到你的优秀 我是从这个你考试 这两年的辛苦付出 以及这个成绩 帮你拉个票 谢谢老师 你这段话说得真好 当现场原东去解读 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一下子 改变了我的想法 反而我觉得这个母亲 是非常伟大的 你今天面试的是什么岗位 我希望做市场运营 或者教育类 没有做过 为什么想干这个 第一点呢 我是比较看好 今后互联网的发展 然后第二个原因是呢 对于市场运营来说 它是一个比较 系统性的一个工作 它会有方案的撰写 活动的策划执行 以及我们的用户的推广 而教育类的工作呢 也是因为 我之前也曾经参加过 公务员的考试 也有一定的基础 你要求多少钱薪资 我期待的薪资是7.5K 没有地域限制 我期待是北京 但是如果其他城市 我也很向往 第一轮选择去火流 全流 天生唯有才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吹拉弹唱 琴棋说话都不是特长 笑一笑 进入下一环节 巧珍 我觉得你刚才 给我的印象 就是像一个 非常传统的听话的孩子 一心只读圣贤书 琴棋说话一概 我说我一概一概不会 我想问你一下 假设图磊是总经理 我们14位都是部门经理 然后图磊说 你今天晚上12点之前 现在已经10点了 让你汇总一下 收集一下我们的 14位的工作报告 但是大部分人说 太晚了 不想交了 你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我会先催一下 都这么晚了 你说我们就该回家 睡觉了 早干嘛去 真的不想写 对呀 那不早说呢 你好 张经理 因为这个报告 对于我们工作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您的这份工作 意味着我们的 这个整个的项目 能否向下进一步的推进 所以说我希望我们的 太晚了 我们都累了 要不明天吧 对 明天挺好的 明天我们上班 第一时的 我给图总 今天下午都打过电话了 早跟他汇报过去了 你跟他说一声 我汇报完了 他们说是他们的 我不管了 那好 那么我就把各位的 做出的报告 进行一个汇走 以及没有做出报告的经理 的一些基本情况 怎么着 你当个助理 还打小报告啊你 没有 我只是做一下 详细的记录 对 像他这个 没在职场上待过的 他真的是有点 就是这个很简单 你要是不想 没完成你那个老板的事的话 你就发一个邮件 每个人都发上 把老板给call配上 就是说今天这个事 必须在几点钟以前要交 这个叫他们自己 去跟老板去解释去 你这个事就完了 徐昭总那个方法 在外企是可以的 就我发个邮件 但是邮件 等他们收到了明天了 这事耽误了 对 我刚才的前提是 图总今天晚上12点之前 要看这个工作进度报告 说明这事情非常重要 他把这句话 原原本本地复述 说12点之前 对 还有一个第二个手段说 如果大家有各种理由 我们现在拉个电话会议 说说这个问题 对不对 这个事情是 以完成目标为结果 而不是说 我已经说了 然后我交代 最后没完成 但我觉得巧珍 作为一个新人 他刚刚在舞台上的表现 跟我们以往的选手 比较起来 他还是有尺度的 他有他自己的 坚持的这个态度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我想问一下 刚才的话 女儿在台上 受到这些人的 这样的刁难的话 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他自己选的路 真的说得了是吧 那我们就放心了 他这种父母 是我比较理解的 就是孩子反而比较强势 因为父母知道 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对吧 就是觉得没有办法 为他未来提什么建议 我也没有办法 再送他一程 所以我就只能 用精神方面去支持他 其实妈妈 一直是这种心态 是 我一见 是